今天有可能是我對您的最後一次質詢 那我下禮拜就會正式請辭台北市議員 特別的來向市府的同仁 還有市長、副市長 那深深地一舉功,謝謝大家 那最後我也跟市長說明一下 今天有可能是我對您的最後一次質詢 那我下禮拜就會正式請辭台北市議員 所以在這邊也要先謝謝市長 還有謝謝黃珊珊副市長 還有我們台北市政府所有的一些同仁 那我覺得這三年多的時間 我相信也跟市長很多非常有建設性的互動 對不對 所以我也希望說能夠 我知道市長在疫情之下很難為 每個市長疫情下都很難為 我也知道你壓力很大 所以也期免市長還有市府團隊的夥伴們 能夠就是把身體照顧好 好的身體才能夠幫助市民去承擔 第一線的這個防疫的一個重則 所以在這邊的話也就是特別的來 向市府的同仁 還有市長還有副市長 那深深地一舉功,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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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